申请公司是盈利性质的吗 申请8A企业发展计划认证的公司必须是盈利性质的 申请公司是以中间商或经纪人身份运作的公司吗 中间商没有资格加入8A企业发展计划 可参阅相关法律 中间商是指没有向采购行为中的物品增加实质价值 或没有自己的设备和设施来拥有或处理所采购的物品的公司 申请公司是否产生了任何收入 这个问题申请公司必须回答是或否 不能回答不适用 如果您的公司从未产生过收入或目前没有收入 那么您的公司无法豁免两年规则 虽然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提供两年规则的豁免 但使用该豁免需要满足的条件是 该公司有执行合同的良好记录 因此申请公司必须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同执行记录 并且必须已经产生了收入 申请公司内的所有人是否都是主张处于弱势地位的美国公民 要主张自己处于弱势地位 必须首先是美国公民 严格禁止外国人来主张自己处于弱势地位 非美国公民可以拥有公司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不能主张弱势地位 申请公司的至少51%以上的股份 必须由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美国公民所持有 申请公司有经营别称吗 这个问题如果您回答是 则在申请过程中的所有权部分必须包含此信息 您还需要提供任何虚构名称的申请文件复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